I'm a dreamer 野地烟火熊熊燃烧还放烟火 夜空被烟火照亮 地面的火烧出了一条数公尺的火蛇 游客在云海瀑布燃烧烟火放烟火 IG上有人po文说 主办单位放烟火流弹打到对岸 山壁烧树差一点蔓延烧山 听到有人喊失火 赶紧第一时间冲上峭壁救火的人员 整整过了一个小时 不断地接水上船降温 还说身上线爆发 抓草根拉树根顶人上去救火 也提到林务局有派人查看 到了第四霸撤退当误报 不然事情大条 游客说他们是网路纠团 两天一夜2000元 现场也有别的团体 当天大约有30人 引发火警的不是他们 但是坦诚主办人有生引火烤猪 还说大家都这样 森林区域及森林保护区内 不得引火力 采除新台币12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的行政法源 南投领馆处交由保七警察追查 此风不可掌 之前就曾经发生登山客引火 玉山火烧山12天 烧了80公顷的森林 遭求偿2亿元 还有街头艺人远嘴山喷火 秀过头挨罚 爱山林却害山林 山林教育真的不能等 TBS新闻陈家卫张子民无输屏 南投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